伊盧利萨特按格林兰语旨意是冰山之意 伊盧利萨特峡湾是北半球流量最大的冰川 但冰川每天以40米的速度移动及崩下 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快的冰川 可选择多条不同距离的步行路线 沿路走已经可以看到千年冰川 从船上看伊盧利萨特小镇 五连六色的矮房上落在白雪大地上 画面像极了童话故事 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在格林兰时间像是冻结了 桥下港口全结了冰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当地人的快艇与船只就这样卡在冰面上 西安教堂是当地人的信仰中心 但平日没有对外开放 整排红色建筑是医院 为了让病人每天看海有助于病情好转 因而建在靠海处 拉斯姆森博物馆 是伊盧利萨特著名极地探险家的童年故居 晚上在伏冰之间观看紫叶太阳 每年6至7月就是极地的永宙时间 24小时不夜天 今天就介绍格林兰到此啰 喜欢我的影片欢迎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一起环游世界 拜拜 拜拜